下午好 欢迎来到直播一下 下午好 晚上好 感冒了吗 没有 没有感冒 一点点 一点点 你们都在干嘛呢 在吃饭没有 欢迎来到直播间 欢迎来到直播间 晚上好 咱们晚上好 咱们打一波上的飞起来下粉丝去 咳 咳 咳 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 晚上好 坏的都直播剧 在那边晚上好 晚上好 姐姐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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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都干嘛 大家们聊一下天嘛 感谢我的一自己见 所有的小谢谢 来没关注的关注一下 家们没关注的关注一下 谢谢 谢谢 对 来了 把小伙点点照 家们 来了 就把小伙点点照 小伙计 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你们记了没有 把气费搞起来 把气费搞起来吧 感谢我的一自己 所有的这个热气热气票 感谢优父姐姐 对 你们来了 要你们来了 要打个招呼 知道吧 要打两个字 你们怎么带不上来分享一下粉丝群 对 欢迎来到直播间 好好了 对 我以前不是有个号注销了吗 然后我我注销了 然后学习了这个 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家们回来的直播间 感谢郭祝 感谢郭祝 欢迎来到直播间 谢谢郭祝 欢迎来到直播间 谢谢郭祝 欢迎来到直播间 谢谢郭祝 欢迎来到直播间 我们来到直播间 走开 好 好 不 好像好啊 晚上好, 晚上好, 感谢观众, 感谢人生如梦, 感谢微笑姐姐, 欢迎来到直播见。 感谢秋天姐,二位早没直播,二位早天没直播是吧,还没吃饭,还早呢,我一把晚上都吃得完,你们都吃饭没有? 把小飞想想粉丝学家们 哦,肯定去一起,是的,是的,昨天没直播是吧,他这边有点麻烦,所以自己天没直播,晚上晚上应该直播,在西餐,在西餐。 在西餐,在西餐,在西餐。 对,还在西餐呢,姐姐,秋天姐还在西餐呢,感谢观众,那家伙没观众的,观众一下,欢迎来到直播见。 对,对,阿伯,阿伯,阿伯,也来西餐了,在西餐,你们都吃饭没有,家伙没,你们都吃饭没有? 吃饭了,是吧? 吃饭了,是吧? 对,在西餐,在西餐,在西餐,现在付款没上,所以我现在想办法。 来,家伙们,咱们打一包,下量,分享一下粉丝群。 来,家伙们,什么牛牛妈,我不就死,我不就死。 里面,对,要做亲自接地,所以我现在在找她,找她妈妈和爸爸,把那些,如果那些没做的话做不了。 来,欢迎来到直播见,家伙们,来到直播见,没观众,再观众一下,打一不上,就分享一下粉丝群。 然后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不要来,不要来,我再直播就说了。 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 人家天天都在革新那里,天天都在说吗,对不对? 影响兴起,知道吗?开直播,开直播的目的就是给大家带来快乐,是吧? 大家好好聊天,发出一些兴起,不是能在讨论这些事情。 晚上好,如企业姐姐,欢迎来到直播见。 你们想看人家演戏,想看人家编故事,你们就去看就是了,是吧? 我又不是歌星明星,她说这些我有什么意思吧? 她编我这些有什么意思吧?她没法去给我,帮我锤子吃,对不对? 她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她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又不是大歌星大明星,我又不是大爷爷。 她说这些对我没用的,知道吗? 对,很麻烦了,知道吗?来,没关注的,关注一下,给小五点个关注好不好? 我这个是一个小,对,没关注的,关注一下。 我这个昨天才开直播的,早前天才开直播的。 感谢关注,还有来到直播见。 我上好,姐妹,我上好。 你们都吃饭没有? 你们都吃饭没有? 对,我为过了,必须的她父母要做妻子接地,然后呢,就是那个什么,开那个宿舍证明,对。 啊,说是就嘛,就是说是就嘛,才可以下。 要做,要做。 晚上好,帅哥,晚上好,优父姐姐,回来到直播间。 你们都吃饭没有啊?六点了,应该都还没吃饭吧? 这个点应该是吃饭点啊。 感谢我的优父姐姐,欢迎来到直播间。 感谢我的优父姐姐感谢我的优父姐姐来。 欢迎来到直播间 感谢我的优妇姐姐 说的墨迹 边吃边看你直播 优妇姐姐是哪里呢 优妇姐姐我没关系 谢谢啊 谢谢优妇姐给小吴说的墨迹啊 谢谢 你是爱我的七哥吗 不是啊 不是啊 咱们不是啊 欢迎来到直播间 我是小吴的七哥啊 我是小吴的七哥哥 我跟我 我跟小吴是七哥哥啊 感谢关注啊 我来家没关注的关注一下 小吴也是我爸的儿子啊 小吴也是我爸的儿子 我也是小吴的七哥哥 我不是阿伟的哥哥啊 我是小吴的哥哥 来欢迎来到直播间 咱们现在 没关注的关注一下 不要给我提小吴这两个事啊 你们来这里的 你们就不要给我提小吴这两个事啊 我每次看到我就来 因为我每天晚上都跟你们解释 解释那么多了 你们是 你们是傻子 还是提不到 还是真的是 我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在 在搞什么 你们那么喜欢看就跑到小吴那里去看啊 你做小吴爸爸也好 你做小吴妈妈也好 不要来我直播去说啊 我不想 我不想生气啊 知道我家买 每天来到这里都 你们就听那些傻子的话 那些傻子说的是人话吗 不是每天都是 飞的飞的 在这里 在这里给我 惹我生气 我想好好的跟在我书书来跟你们聊一下天里面非要跑的跑过来跟 都跟你们说了好多遍了 他的目的里面很明显还不知道吗 大家有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 不要听那些乱七八糟的话 乱七八糟的话 我都说了 我都说了 每天晚上都在说这些讨论这些有用吗 那么我们就没有 我们就没有正常的身后了吗 一个小编他在你 批批批的在 乱七八糟的编 一些故事 每天都在割锡 那么你们就各自他的脊柱组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这是抢什么 几十岁的人了 怎么傻到这个地步呢 知不知道 人家是为了人家是为了牛娘为了要个跑车 为了后面给他 后面有些人给他在 面他 把他说面了 知道吗 然后他这几个目的 就是他的目的 他一天不吃不喝 是吧 他一天 因为没人要他知道吗 不管是打工干什么没人要他 他就只能靠自己来维持 维持生好知道吗 所以我说那么多了每天都说这个了咱们不要去说那些话了知道吗 不要去 不要去 把我带骗了知道吗 我每次开直播你们就这样你批批批的真的 来到那么久了里面还没有看出来吗 人家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里面没有看出来吗 我这不信你们就那么傻知道吗 那你现在马上就给他送个跑车 你叫他说什么他马上就跟你说什么 二话不说的知道吗 四字线下报以后 很多人给他发 发 火爆你知道吗 就是为了啊有些以前 黑牙尾的或者是那些 看不过的 随便给他报告五十一本 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你每天就说啊我有三个老婆 他马上就说你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你跟他发个五十个起来火爆 让他每天说啊我有三个老婆看他说不说 不说的话我给你我给你戏 真的是出了霸天怎么 说你们怎么有些人都几十岁的人了怎么那么傻呢 为什么要傻到这个 这个地步呢 我都给你们说了 人家是每天都在歌席知道吗 白天都 他的工作就是这个知道吗 白天都啥也不干 就是也就这个东西 明天要说点什么 变的什么出来 拿点什么歌星出来 粉丝才会啊 所以给他说你 才会 吸引粉丝知道吗 他不说这些 你看到没有之前他不说这些 他有 人性吗 一个都没有 谁给他刷过你 是不是 现在现在他在 他在搞这个事情里面看得到是吧 每天几千年在线 然后 多不多就给他刷这个说了 刷了个 人家看不过阿伟的 阿伟的黑肥 以前那些 就故意了在后面住有他 没刮住的刮住一下 我这不是啊 我这不是啊 我这不是你们看不懂 你们这一点的你们都看不懂 我不知道你们这几十岁是怎么过来的 对呀 他不说这些废话了 拿来的流量吗 谁会去看他吗 对不对 他那个 惹不下惹鬼 不下鬼 他有能力 他还需要说这些吗 对不对 他有话吃他还还会说这些吗 是不是这样来 反正我你们怎么想 没事是吧 你们说我杀个爸爸也好 五个妈妈也好 都无所谓 都不存在 知道吗 只不过是呢 只不过是呢 每天 不要来影响 我的心情就可以了 你们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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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一下小五 就看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看怎么好好的撩个贴 一下子就来 一下到新起 是吧 不可能他天天都歌戏 我天天在这里解释了 我我就 我就没有其他的乐趣了吗 我就吓他 一下天天在直播这里 就解释这些吗 家里面对不对 因为我是不想让你们避骗 知道吗 所以我才给你们解释这些 不然的话你给他刷跑去刷 你会关我什么事是吧 我只是看到里面都是啊 里面连你都不小是吧 咱们这把斐尸 我一直看过来的都是 二三十岁的都没有 级别都是五十岁的 所以我就不想让 让你们避骗了 那个团嫂 知道吗 对不对 这个刷人家 也不 你不喜欢阿伟 不喜欢我也可以 对不对 你也必要 你也必要去跟那个人家刷个跑车什么就给你 每天就给你更新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真的是 所以我希望正面我希望真的啊我希望真的啊你们觉得啊你们觉得啊你们觉得阿伟哦你们觉得阿伟是个坏人小伟是个坏人是吧 你们可以去刷对不对 你们那些比如那些黑肥是吧 你们那些比如那些黑肥是吧 你可以去给他刷个什么女后然后呢让他说让他黑阿伟他肯定会说呢这个这个这个没毛病这个我可以去说 所以呢 所以呢 一把去给他刷女后的人然后就有他让他说那些黑阿伟的话那是也都是阿伟的黑肥也都是之前比如说啊 那些阿伟的死对手 那边呢 比如瓦菲的 或者是一老婆的 或者是阿姨的 或者是他 那边的 那边的 知道吗 正常的 也不会去跟他说 你会来黑阿伟 知道吗 我都知道好多人了 我都在调查 知道吗 我都知道好多人 私下给他发什么火爆 然后呢 让他去黑 让他说什么 今天晚上 我跟你说个跑车 那么明天你就 你就说 阿伟有三个儿子 两个儿子 小伙子 三个儿子 两个儿子 他就是 有些人 撕之下去 知道吧 那些人 你们现在不知道 有没有在直播 你们清楚 谁给他刷过礼物 然后谁给他说过 自己心里面的妻子 对不对 那边刮着就刮着一下 这样吗 没刮着就刮着一下 有时候呢 我昨天晚上都说了 昨天晚上都说了 对不对 不想去谈这些 咱们开个直播 就是开个新的 开个直播 我不想去新春这些 感谢今年姐姐欢迎来到直播 感谢我的秀秀姐欢迎来到直播 不许 咱们不要管别人啊 咱们 咱们聊咱们咱们咱来 咱们开不开心 咱们直播是为了什么 咱们开个直播是为了什么 小伙子 开直播是为了什么 就是希望 希望每天啊 咱们每天 每天白天都 下巴 做事 什么 压力大 那么咱们有空的时候 就开个直播 安静了 下来聊一下天 聊一下开心的事情 我明天开个直播 愁美苦点的 这样面对着你们 你们也不想看我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我开心 你们才开心 知道吗 你们现在别个人 都在看我一个人 是不是 那么看的时候 我什么 看得我不是 看得我长得也不帅 对吧 是不是 口才也不好 那么看得是什么 看得是希望 希望小伙子 给你们带来 带来一点快乐 是吧 是不是 咱们 不给了小伙子 开个直播 在直播 在这天在骂人 你们看起来 也不舒服 是吧 也不想看 你们觉得 小伙子这个人皮不好 对不对 怎么年纪七七的 怎么脾气那么大 对不对 其实我也不想 我特别的不想 知道吗 有时候 有些人说话 真的说的是 什么爸爸是讲的 哥哥是讲的都搞瘦了 这东西是可以乱说的 那么他们 你们是小娃 小娃说 小娃说 你们也购着说 认一个傻子说的话 你们也当做 那么你们都是告来 是吧 你们以前都是大个老板 你们现在都是五六十岁的人 也是大个老板 对不对 多多少少 也是告来的人 对吧 什么桥 你们没告什么 往什么路里面走过 是吧 一路走来 谁不是 谁不是说服 那么那么 睡睡眠的走过了 是吧 一路走过来 都会遇到很多坎坷 在路下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所以才走到现在的 现在吧 比如说你们六七十岁了 我现在三十岁 我都走了好多 知道吗 一路上走来都会遇到很多东西 难道你们这一点 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这一点的小小的一个 小小小的一个傻子说的话 傻子做的事情 你们都没看出来吗 他的目的 谁在指使他 他们几个人一起搞 一起玩这个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最起码 最简单的这一点 你们都看不出来吗 他每天都在更新 你们没看到吗 他每天晚上都不睡觉 不睡觉的想这些 他有没有工作 你们看一下 他一天就 这样你睡着 就是想办法 怎么才搞到一个 怎么才搞个吃饭的钱 对不对 这些东西 我每天都在说 这些重复的 说这些没意思 知道吗 大家自己去体会一下 自己去体会一下 感谢 感谢一子姐一子姐 你来就可以了 不要带礼物嘛 你这样 这样天天 这样每次来小五的直播 就带着礼物过来 小五也不好意思啊 是不是家门 你们说我是对不对 对了打个对子 我看一下 每个现在又来了 我说的是这儿帮去呢 小五这个人他也没知道 我说从来不会说一句讲话呢 你们平时也知道是吧 你没平时也知道 我从来不会不是讲话呢 知道吗 我说我去大两三 我就去大两三 我说我回汽车就回汽车 我我从来说一不说二了 知道吗 就是我推迟一下时间 是推迟起话 但是我一般会去 乱说话了 知道吗 对不对家门 来咱们打一把笑人分享一下粉丝去家门 欢迎来到直播机 欢迎新机来到直播 别关注小五的可 小五点一把关注 别关注小五的点一把关注 以后我希望咱们不要去提那些事情了 这是干什么吗 他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 他说怎么就怎么就可以了 是吧 没有必要去给他那些计较 真的 没这个 没这个打字 说实话了 我还在外面没信号 好的 好的姐姐 是不是姐妹 对 对 我是不是 小娃今天直播没有吗 再买小娃今天直播没有 他的下一步要说什么 我都给你们想到了 知道吗 你们今天晚上给他刷个朋友 然后叫他说 每天每天说 每天说 我有三个老婆 你看他每天说不说 肚子直播就好 哎呀没必要 没有必要 说起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去 去计较就学知道吗 不需要他来说 知道不需要他来说 我跟你们说吧 我跟你们说吧 我有三个老婆 这个是事实 我有三个老婆 他每天肯定会接受的 那么我提前就给你们说了吧 好吧 我有三个老婆 三个老婆 小娃跟你三个老婆都没有 那我怎么会 会个什么 啊 你们看我这我这个帅气 三个老婆找不到吗 啊 是啊 是不是 去見面